大家好 我们是印堂少女303 那一定想要去的就是 内内的泰国啦 内内加泰国 因为首先泰国是一个很适合旅游的地方 然后我们大家也都很想去玩 再一个就是因为内内的家乡 她其实很少有机会 就是回家 所以也是希望借这样子的机会呢 可以陪内内一起回家 对其实我之前有就是演过那种电视剧啊 但是就是角色方面来说就是很正派 然后就希望可以演一个反派 类自于黑魔仙 黑魔仙 对这种反派没有开玩笑啦 就是其实我一直想演一个就是那种很反差的 就那种高智商犯罪型的那种人 对高智商犯罪 就是平时看上去就是感觉很不起 就很不起眼 然后就是很温柔的一个人 然后但是私底下就是那种 就是可以高智商犯罪的那种 就感觉很厉害很反差 嗯 什么就高智商很反差是吧 对就高智商很反差 高智商很反 犯罪不反差 那倒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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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正能量无效 嗯 那我可能会选择做厨师或者是 泰国翻译 哦 泰国翻译 或者是美食节目主持人啦 或者是那种旅游 旅游节目主持人啦 或者是那种什么 去各地尝美食的美食家 总之就是要吃跟吃有关系 总之就是要那种就是不怎么用减肥的职业 反正我就很开心 然后我就很喜欢 没错 我们团内有一位成员啊 大家不需要跟他开玩笑 他坐在那儿就很好笑 对吧 啊 嗯 好笑 超变 对 就是在这边破音的刘谢宁 哈哈 就不仅仅是破音 他身上真的有太多太好笑的点了 真的是 没有 没有啊 哈哈 超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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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 那我会教你们一个词 两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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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极 极 极极 对不起啊 再来一遍啊 这个 一二三 我会教你们两个字 就是 极 极 啊 就是呼应我的上一个问题的啊 是的 是的 这个是来自于 出自他口 哈哈 出自他口 是的 是的 是一致啊 我想成为他们的Vocal 四位Vocal嘛 都可以都可以了 哪位都可以 反正都唱得这么好 六个小时 对 然后 然后几个小时换一个人 然后去大街唱歌 去大街唱 去大街唱歌那种 或者是去那种KTV 还唱到挺亮的 我还以为他有什么很远大的理想之类的 就是在街上唱歌 去KTV 对 我的理想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我想要就是可以穿越就是任何时间线和穿梭时空的超能力 就是想去未来看一下自己在干什么吧 哇 谢谢 就是很感谢海外粉丝 但是越过语言的障碍还能够去喜欢我们呢 我觉得真的 是真爱 是真爱了 谢谢你们 希望 就有机会可以去到你们的国家 去清零现场给你们表演 我们的新专辑《印堂定律》 它就是一个自我介绍的一张专辑 让大家可以了解到我们《印堂少女303》是什么样的七个女孩 我们这张专辑呢 其实里面收录很多首歌曲 然后每首歌曲呢 其实都是不同的风格 然后也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就是不同的一面 然后中间有那种比较酷的 然后比较性感的部分 然后还会有就是展现自己比较甜美的部分 对 然后希望就是海外的朋友们 可以多多期待我们的那个新专辑 就也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吧 然后能去海外给大家就是做现场的表演 我喜欢《漂亮妹妹》 因为我本来就比较喜欢那种慢歌嘛 然后《漂亮妹妹》正好符合我的那种审美 对 然后就是我们拍的MV也很好看 就是每个人就拍出来就是都很美 对 然后推荐《漂亮妹妹》 那我就推荐一下我们的成团出道曲吧 那首《帮帮girls》 对 这首其实对我们来说应该是意义非常重大的 因为它歌曲中不仅仅是给大家表达了 硬而不刚听而不腻的我们的这个印堂定律的这个中性思想 并且也是我们当时成团夜的时候给大家表演的嘛 所以对我们来说是意义非凡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听这首歌 我喜欢《您要赢》 因为这首歌好可爱 听到这首歌我真的气呼啊 我真的怎么说呢 感觉到了我们的舞蹈是怎么样啊 就是怎么样 嗯 极致 极致 是的 很极致 嗯 我希望您要赢 那我就剩前方超A预警了 其实我是比较喜欢这首歌的那个舞蹈 就是每天排练的时候就很开心 这怎么似从相识的感觉 那这个我想直接引用一下我曾经被给予的水果 对 我曾经被水果星球乐队给予了一个 刺了一个水果叫橙子 所以我就一个一个orange 对 因为它补充VC 希望可以当大家补充VC的那个 我是一颗橙子 我想想看我是什么 好难想啊 水果 为什么是葡萄类 什么 之前在营里面就是他们有形容 我有一个水果就是蓝莓 也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头发是蓝色的 所以说他们就老叫我 而且我头特别圆 就是我这个头发 就不知道是头发 还是我自己头长的原因 就是从后面看就是非常非常圆的一颗头 然后呢就又是蓝色的 然后他们就老叫我蓝莓 你又喜欢吃蓝莓 对 我还很喜欢吃蓝莓 对 我还很喜欢吃蓝莓 保护眼睛要多吃蓝莓哦 哇哦 我呢 我就奇异果好了 就主要是好吃 然后它又是我的硬颜色 然后它又很有营养 嗯 没错 还减肥 还助消化 反正就很好就对了 我觉得我是榴莲吧 榴莲 我爱什么榴莲啊 榴莲万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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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觉得我是那种 就是喜欢的人可能会很喜欢 然后不喜欢的人完全没法接受的那种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比较像榴莲吧 但是我喜欢榴莲 我也喜欢 我也喜欢榴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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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自己练习练一下 练一下 我或许不喜欢榴莲 但我喜欢榴莲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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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 我 我是草莓 因为我喜欢吃草莓 真的很喜欢 草莓它有两个味道 酸酸甜甜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 在泰国的时候 草莓很难找 所以我是 很难找 我的感觉很难找 就是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我不敢说 甘蔗 甘蔗那么瘦 就是柠檬吧 因为我 我名字有一个 柠檬 然后刚好它名字叫柠檬 然后我的印元色又是那种 黄就是有点黄色那种 我觉得就是柠檬吧 那我就是芒果啦 因为我每次订水果的时候 就是芒果都是被最先吃完的 那个 最抢手的 大家好 我们是印堂少女303 敬请期待我们成团后的 首次全球线上见面会吧 我们在VTV不见不散哦